大家好我是Ben 歡迎來到SUPERMOTO8的頻道 今天我們大浪雲跑來這個叫什麼 順風飛行場 我覺得特別的點就是我們過去從來沒有辦在 這麼酷的一個飛行場 這個場地主要就是直線 我們可以試試好好體驗今天這台主角的直線 這台車非常具有話題 那時候發表的時候 我不幸的不在台灣 所以我沒有看到 今天我真的看到實車之後 有一些感想等一下再跟大家說 究竟今天他們所辦的這場試乘會 非常熱血的試乘會 有哪些送免呢 快跟著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今天要試乘的主角就在我身旁 就是打破框架的全新Gogoro Pro 總共它有三個版本 我們還是帶大家回顧一下 一般版本以及中間的Pro版本 以及高階的Ultra版本 其實有點像是 我覺得Apple的筆電的感覺 但是據他們官方有說 我現在開訂到現在1000多個訂單 大概90%都是最高階的版本 所以我建議 既然你都已經買到這個等級了 你如果要買便宜的代步車 你就買下面的車就好 Gogoro還有很多產品 Gogoro 2 或者是他們最近的Jag 都是非常省錢的一個通勤的電動車代步工具 但是如果你要帥 你要很有張力 那就是在我身旁的這全新Post Ultra 我們今天來帶大家看一下外觀 我必須說在當時我是透過圖片來看到 我那時候會覺得很明顯在圖片的部分 你可以感受到這邊的垂直線 還有腳踏的空間 其實很像是Gogoro 2的感覺 我覺得好像有一點 讓人覺得好像中間沒有被改變 沒有帶來新的東西 再來就是腳踏的部分 你看這腳踏也是圓弧的設計 其實這就有一種流用其他車款的感覺 但是到今天我看到實車之後 我發現因為他有很多很張牙無爪的設計 比如說他車尾真的極度的翹 再加上他的車尾 其實你看斜度 後面有點馬賽克的造型 都讓你會忽略掉他這些流用成就的感覺 再加上他的車頭 我必須說今天在我看到之後 我覺得我最喜歡的部分 應該是在他車頭的部分 就是你看到他這個土櫥 這個土櫥我個人認為 如果你要講他走一個賽博龐克 那這個土櫥是最有那個感覺 有點科幻感 同時他又帶有一點那種890年代的感受 今天也很特殊 因為當時我記得在台灣發表 我們只看到銀色版本 但是今天他多了兩個顏色 一個是白色的版本 還有另外一個也類似銀色 但是他比較偏鐵灰的感覺 所以他總共有三個顏色 我個人認為白色其實也蠻好看的 他多了一點點濕紋的感覺 但是如果你想要比較賽博龐克 我覺得還是銀色是最對那個味道 好再來我們帶大家回顧一下 他最厲害的幾個點 首先他的動力來到9.0k瓦 那這也是所有電車裡面 標榜性能級的電車裡面 目前最快的 那我們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我們試的這個直道到底表現如何 另外就是他的儀表搭載一個 我覺得過去我們看到可能在重機上面 BMW上面你才會看到的 10.25吋的一個方形的 不是方形的 長方形的一個全新的觸控儀表 直接帶大家看 你看他觸控的流暢度 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他這邊你看進到設定值之後 很有趣 他這邊還有個主題 換給大家看 他還有一個懷舊風 各位你看 完全變成那種卡西歐舊表的感覺 然後再來各位看一下 右手邊他有一個模式調整旋鈕 然後我們今天也稍微試一下 模式調整旋鈕 他確實在整個手感上面的控制 我覺得有特別用心去調整 所以我可以感受到 畢竟我自己玩相機很久了 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們要搞旋鈕 各個車廠要能夠真的摸透旋鈕的關鍵 要去找相機廠 為什麼因為相機廠 過去從舊時代進到新時代 相機很講究所謂的手感 所以在很多的按鍵 很多的旋鈕 其實相機廠是最懂的 我個人認為他如果要對比相機廠 他不算很緊 他算是比起相機來說偏鬆一點點 有點像富士 真的會講的有點多 好 但是我覺得他整體的手感是蠻舒服的 會讓你很清楚判斷說你現在有撥到 然後你每一段之間的切割是非常清楚的 好 再來一些生活實用的 就跟立委那時候有介紹到的 前面有個超大的置物空間 你看我的兩隻拳頭完全下去 我個人認為單邊都可以放兩瓶 可能700系列飲料瓶都沒有太大問題 好 再來就是車廂的部分 那時候可能也很多人沒有看到 我們直接帶大家看一下 好車廂打開之後 他除了有個音效之外 前面兩顆電池的空間 再來他的中間的空間也比我想像中來的大 因為當時其實我看到這車尾做的非常翹 非常的帥氣 我就覺得他車廂一定會受影響 為了帥氣 但現在看起來 我不敢保證大的4分3下的去 但至少看起來一頂刮皮帽下去 絕對是沒有問題 而且有一點點耳罩下去都沒問題 然後旁邊還可以放一些手套雨衣 騎乘姿勢的部分 那這個我就必須講了 好 他的整個座高其實也控制的相當好 你看中間有兩顆電池 然後過去我們知道他的Goro 2 還有很多車 因為下面有兩顆電池的關係 你的腿會被頂開 但是我覺得他們很用心的 在這個椅墊裡面 消出了一個斜度 在我身高180下去之後 你看我雙腳是平他的地面 所以我個人認為 因為這車重不重 所以170左右騎乘都不會是太大問題 再來腿部的空間的部分 這是我覺得如果硬要我挑 我可能比較能挑出的點 就是他前面沒有鞋踏板 所以如果你想要RV騎 你想要往鞋前踩 你看他可能沒辦法 再來就是如果你想要比較熱鞋 往後鞋踩 他後面其實也沒有留給你空間 去往後鞋踩 你可能要把Fashion踏板打開 然後踩Fashion踏板來騎乘 比較貼近於那種熱鞋騎乘的感受 但是如果生活應用的話 他中間整體的空間是爭取的蠻夠 以我10號半的腳 放在兩側是蠻夠的 到中間大概說到可能我覺得9號左右的腳的寬度 所以我覺得放一些行李箱等等 都不會是太大問題 反正我覺得這台車 他主打的就不是給你 對不對 載貨的 因為你要買你就買這個了 對不對 這個就是要帥 所以我覺得那個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再來 扶手的部分 你看非常漂亮 他直接隱藏是扶手藏在後面 後座的部分 其實因為他的車尾坐得很翹 其實我當時很擔心 就是不論是前座還是後座坐起來都有點太斜 斜了之後會不舒服 早期很多車都這樣做 其實是大家使用的回饋是讓人覺得不是的 但是你看 現在我做給大家看 前面其實他很巧妙的用一定的一個斜度做出來 讓你坐在上面 你不會覺得人會往前滑的那種斜度的感覺 後座一樣也是透過一個拱起的 一個小小的枕頭的感覺 讓他拉的比較平 當然唯獨你要閒的話 可能就是後座的空間 乘坐空間比較偏小一點 但是你要想他就是一個比較熱血的設定值 你看我們過去試了很多跑車 600RR那種分離自己練 後座根本就不能做人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現在看起來 他整個為了車尾的一個殺氣的感覺 還有Race的輕盈感 犧牲一點後座我覺得是合理的 再來講講一些科技配備的部分 從外觀比較重點的就是他前面配了一個 在汽車那邊才有的一個矩正式頭燈 現在則是在彎道的時候 會補足你的照明暗角 因為今天太陽非常大 今天這也不是他們測試重點 所以我們沒辦法試到 只有有機會再試給大家 包含到他後面的部分 也是用一個類似馬賽克的排列 來呈現他的燈 而且我覺得很帥的就是 你看那邊方向燈 方向燈都是小小的方向燈 非常非常的帥氣 所以整台車真的看起來是一體的 充滿了那種復古又科幻科技味的感覺 回到今天的活動 今天他們總共有三個關卡 第一個關卡是讓大家高速落追 第二個則是直線加速 第三個則是土路的部分 我先講講第一個直線落追 他的抓的腳追距離比較遠 速度比較快 通常在這個關卡 可以感受整個車輛的動態 到底有沒有達到一個Balance 很平衡的感覺 因為你在彎中快速翻轉 翻倒的速度 以及在彎中 有沒有懸吊多餘的彈跳 這是個關鍵 今天這台車就如同 我覺得他們車子所主打的特性一樣 非常的有Race的感覺 他整個作動像是切豆腐一樣 記得那時候我買GoGoGoOne的時候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他那個動態 讓我很迷人 在山道裡面的俐落感覺 就像切豆腐一樣 我覺得今天這台車 雖然他的尺碼都變大 但他依然傳承 給我GoGoOne的壓彎的感覺 我覺得大家之後有機會 因為他的自動車如果開放 大家可以去騎騎看 他龍頭打多少 他就給你多少的傾腳 不會有多餘的震動感 同時也帶給你安心的感覺 再來第二個關卡 就是他們今天的特點 他們很浪漫的設置一個 Large Control的起跑模式 他在啟動的時候 你必須拉著煞車 然後轉他的旋鈕 進到起跑模式 切到起跑模式 他在你拉離合器 全油門的時候 等待期間他還會有一個彈跳的感覺 那身為一個場比賽的人 我知道所謂的Large Control 在油車的感覺 他其實那個車子有點正的感覺 就像你在引擎 Hold住轉速的感受一樣 所以他又有一種模擬他的感覺 但是我個人認為 我覺得如果你今天真的 在一般道路上你要使用這個功能 那個抖動的瞬間好像看起來有點羞恥 你知道你在並排的時候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那個東西 或許我們會回顧他意見 看他最後要不要保留那個抖動 提醒你 他準備啟動的一個功能 然後在綠燈亮起之前 你只要放下煞車之後 他車子就會彈射出去 我必須說這個真的 如同他們講的這個9K王 他在第一瞬間抵抗你的車重的慣性之後 衝出去那一瞬間真的會讓你嚇一跳 你會覺得這個車也太快了 在我們騎過這麼多電車裡面 我覺得我很難形容他的感覺 我覺得他有點像是 大概在600cc等級重車的 一開始的加速感 當然在中速沒辦法比 但是第一開始衝出去的爆衝感 是非常讓你有感的 我認為如果大家真的沒有試到 你買這台車 你可以找一個安全的空間 先體會一下 先大概知道他會有多衝 之後在路上再來試好不好 真的這個很有感 會讓你怕怕的好不好 那極速的部分 今天好像小老婆他們有試到極速 GPS好像破了100 所以表示說這台車確實 不論是起步中速到尾速 他的速度都非常的快 最後他們還有安排一個土路的區塊 讓人家體驗一下這台車 在土路上面的操駕 那他們的電空系統裡面 也有個泥地模式 我們就切到那個系統來帶大家體驗 那他的TCS介入是 據我官方所說他的介入是稍微少一點 讓你的後輪可以容許一點點打滑直 主要在電門部分 他控制的修的比較順比較軟 所以我下去的時候 我其實我坦白說 我看到土這麼鬆軟 我就覺得這個很容易摔車 但是經過他的模式調整之後 我真的覺得他在低口氣的油門 做的非常柔和 所以你並不會擔心他有一開始 像我們剛剛在衝直到的那種暴衝感 再來他整個車輛的回饋 剛剛我們的繞椎是在一般的柏油路上 來到不平整的路 我就很好奇他會不會有那種 過度顛簸的感覺 現在感覺這台車除了在公路上面 是非常硬派的 但是進到土裡面好像也蠻舒服的 你並不會覺得好像車子很硬 然後很容易受困在土中的感覺 所以透過今天他們安排的三個橋段 我們就可以感受到 他在公路的Balance很好 直線加速很猛爆 然後對一些不平整的路面 也或者是磁磚比較打滑 你也可以用這種泥地 礫石的功能來讓你脫困 綜合以上就是今天POSE 他帶我們來試車場 來好好體驗一下 他動態表現的感受 今天我覺得比較可惜就是 因為他們帶我們來 就直接硬碰硬 做一個動態的展示 我們沒有真正深刻的去玩他的導航 玩他的電機裡面內部的東西 因為這顆儀表真的很大 我在意的是 這顆儀表裡面的軟體 能不能帶給我們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但據他們剛剛有說 現在他們裡面的完成度 也還沒有到百分之百 他們還在修正 所以這也是這一次 我們沒有深入去玩的一個 探究的一個點 但是之後如果有機會 我們借出來 我們帶大家好好瞭解 這顆10.25吋 到底還有什麼特殊的玩法 關於POSE 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現在我覺得要趕快去訂車 因為現在的單已經1000多台了 其實比想像中的還要更加的熱門 據他們官方所說 他們現在調整已經達到了接近9成 已經快要可以交車了 也預計在第二季末的時候 可以把車交到各位的手上 如果你還在猶豫不決的話 他們說很快的時間 在4月的時候 各展間就會出現這台車 如果你有興趣 都可以實際到他們的店頭 實際操作看看 操作這旋鈕 看看它的外觀到底符不符合你的意 以上就是針對這次GogoroPOSE 做的一個直線加速 非常熱血的一個試乘活動做的報導 記得鎖定我們SuperModel A頻道 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